好 我们来看一条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是关于朝阳区红蓝新天地幼儿园情况的最新通报 那经过公安机关调查 朝阳区红蓝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女22岁河北省人 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 遂采用逢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 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 现刘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那涉事幼儿园共有教职员工78人 内有男性8人 工作过程均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的条件 经专家会诊 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家长提出申请的相关涉事女童人身检查均未见异常 儿童在园期间服用药物有严格规定 需家长将药品填写好名称 服药时间和剂量说明后 交由幼儿园保健医生专门负责 那经调取涉事班级监控视频存储硬盘 发现已有损坏 经专业公司技术检测系多次强制断电所致 经查 该原库管员赵某某 女45岁河南省人 住在监控室 感觉监控设备噪音大 经常放学之后将设备强制断电 经鉴定部门工作 目前已经恢复约113小时的视频 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 针对网传 涉事幼儿园 群体猥亵幼童等内容 经查 系刘某 女31岁 北京市人 李某某 女29岁 河北省人 二人编造传播 刘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行政拘留 李某某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 11月26人 其已在个人微博公开致歉 另外 针对11月23日某电视台报道该原幼儿被喂食药片的情况 经核查 幼儿家长狗某男28岁四川省人 承认孩子没有在园内被喂食药片 视频内容细其在家中使用家人服用的药片 以语言诱导方式询问孩子 拍摄后发至幼儿园家长微信群 相关电视台记者刘某 男36岁北京市人 未经采访核实 直接从网上下载编发 针对涉事女童家长赵某某 女31岁 黑龙江省人发表的 爷爷医生 叔叔医生脱光医务检查女儿身体的言论 经核实 赵某某承认细其编造 并愿意向社会澄清事实公开道歉 公安机关对此案正在进一步开展工作 对于涉嫌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 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同时呼吁公众理性对待网上信息 对于故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肃处理